Hello 大家好 我是桑普 来到10月10日凌晨 其实报10月9日晚上的桑普论证 今天继续讲美国大选 希望大家 留言、赞、分享、订阅、youtube、patreon 看完这些广告 利用superdance function 赞助我今天本日 希望看完这段片 多谢各位 我们今天继续讲什么呢 就是一些延续昨天的讨论 究竟现在的选战去到什么状态 我想是对于Harris 交为不利 而他现在开始富于横抗的感觉 开始有些东西要盲力去冲撞 而Trump 方面 又被人感觉到有少少 就是说他现在老臣在在 就是说定过台游 流顺在在 就是台湾的台语 就是定过台游 更加紧要的就是说他会加大力度 去做一系列的选战 那究竟有什么的重点呢 先讲讲这个 巨峰默尔顿 Milton 我相信就是说 会对于这个选战 在十月旌旗这个框架里面 产生的uncertainty 这个factor X 大家能不能把握到这个机会去竞选 而不要让人们说 让人们知道 我就是为竞选所以关注大家的 这一点是关键 真心亦假意 大家可以从他们的言行中看到 那谁是低调默默做事的人 大家很清楚了 911 2001年的时候 Trump 是自己 自个分用去帮助很多人 不求媒体的美光灯 当时也没有人认识他 只是知道他纽约一个 重要的地产商 但是 去到今时今日 你会知道 哪些人是法治真心 哪些人有他自己的 私利的目的 私利的目的都不重要 你是不是真的帮到实处 帮到人 这一点才是重要的 那当然了 这个Hurricane Milton 基本上就是巨峰 麦尔顿 吹袭佛罗里辣州的坦帕市 现在有部分地区 已经划为撤离区 一部分不是 尤其是沿海地方的撤离区 我们都是严谨以待 当时会有什么情况 希望美国在当地 我住的朋友 和前辈们 都平安 顺利 而同时我们都知道 这个风暴 也是使得Trump的一些 日程打乱了 他将星期二晚的 一个线上活动 是讲关于这个 健保 医疗保险 但是也都是将它 postpone了 他基本上是 取消了 亦都是延后了一个 是Univision的Town Hall 在迈阿密 在迈阿密的一个 Town Hall 也都延后了 他打算 星期三 就会去 宾夕凡尼亚州 就是我们 今日的时间 大家看到他会去 宾夕凡尼亚州 而这个 卡马拉哈里斯同志 就是副总统 就会去 出席一个 线上的 就是网上的 就是一个briefing 就是关于这个风暴的 报告 给他的报告 而且呢 这个 这个也都是 拜登 就是在礼拜三 白宫收到的 有关的briefing 一些联邦的应对方法呢 也都讲回给这个 副总统知 哈里斯之 而哈里斯的计划呢 礼拜四 10月10号呢 就会去到 内华达和亚利桑那 OK 就是内华达和亚利桑那州 他将会去花 就会在礼拜二呢 他已经在礼拜二呢 在纽约呢 就有个ABC ABC的The View 我都讲过 很离谱的了 就是主持人 我记得 就是问他 就是究竟你和拜登 有什么不同 如果你要讲的 拜登三年级的政策 有哪件事 你会不同意的 究竟人说 on top of my head none 就是他觉得没有 是不同意 那你为什么说你 自己和拜登是不同呢 那你自己已经执政了 这整三年级的时间 你要turn a new page turn a page turn the page 就是不要民主党 要共和党 所以我真的不知道他在讲什么 他是不是老人 他是不是老人 59岁人 是不是要用这样的思维去处理问题呢 所以ABC的 美国广播公司的The View 观点这个节目的话 有那个Howard Stern 和这个 Howard Stern 在CBS的地方 有一个The Late Show with Stephen Colbert 即是Howard Stern 就是The View ABC的 另外CBS的 就是The Late Show with Stephen Colbert 跟他清谈节目 但是讲到尾 都一粒粒粒粒粒 我昨天都分析过 这个CBS的60分钟 60分钟时事雜誌的节目 他都讲了非常多的问题 我昨天都已经有一整节的节目 去跟大家分析过 我不重复 但Trump的阵营 开始争议一样东西 这些争议是什么呢 出现同一个问题 两种不同答案的情况 引起这个争议 Trump的团队更要求CBS公开 完整未展辑的 即unedited的访谈内容 事远1月10月6日 CBS News在Face the Nation节目中 面对全国的节目内 播出一段Harris对以色列 内塔尼亚湖似乎未听从美国意见的涌场回应 以预告60分钟时事雜誌的完整专访内容 这段长篇的回应被很多有常识的人 采访为迟早堆砌 即word salad 语言 salad 在社群媒体上引发激烈的议论 但在10月7日 大伙1晚间播出的60分钟时的完整专访内 却出现了另一段针对相同问题的较短和精简的回答 在长版Face the Nation节目中 Harris的回应就是 Bill Whitaker就是Bill的主持人 我们所做的努力 促使以色列在这个地区採取多项的行动 这些行动很大程度上是由很多因素促成的 包括我们对于那个地区应该如何发展的倡议 就是说做的努力就是使以色列做很多东西 但是60分钟的版本里 Harris的回答就改为 就是人家同一问你 就是究竟 这个问题就是说 well 你要怎样看对于以色列 总理内塔米亚湖 似乎未听从美国意见 那你有什么回应呢 第一个回应就是说 我已经做了很多东西 那他们促使到以色列 我们促使到以色列 在这个地区 在以色列的地区 采取更多的行动 这是Face the Nation的回答 接着60分钟的回答 他说 我们不会停止追求 美国必须明确表达 在战争结束必要性上的立场 这是什么字来的 我再说一次 我们不会停止追求 美国必须表达 明确表达 在战争结束必要性上的立场 你知道他说了什么吗 在战争结束必要性上的立场 那你什么立场呢 就是那些大堆的字 你完全不知道他说了什么 好了 我当你一前文后 你都是说你想结束战争 就是说前面面对全国Face the Nation的节目 就是说我交给他 使他促势做很多事情 去打仗 去因应 后面 60分钟播出这个节目 就是说 我说明战争要尽快结束 我用白话就这么说 是不是很清楚呢 两个智商矛盾 而他说的持组是非常堆砌的 CBS对这件事 并未立即回应媒体的置评请求 但已经将这两个版本的片段 上载至YouTube 而Trump的团队发言人 Caroline Leavitt 在8日发表声明 批评CBS News的编辑过程中 刻意展触了Harris 在Face the Nation第一个节目中 被受批评的涌场回应 根本上这个版本已经切断了 还有更加涌场回应 并且要求CBS予以公开完整美剪辑的访谈内容 質疑CBS和Harris的意图隐瞒某些资讯 这件事当然是暴露他的丑态 暴露Harris的丑态 这些Word Salad 已经是非常客气 Curtious的一个字 重要的地方不是Word Salad 你根本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即是说你背了一大堆的东西 遲早在你的脑海里面 你想迴避这个问题 只要说一大堆 都不知道你在说什么的东西 而这件事绝对不是彭定康式 或者是尤德式的幽默 人家可能转个圈 喊下帝下 有些东西里面好像拗不中 想多个钟就好像在骂你 这些就是英式幽默 你不是 这些全部都是垃圾 即是浪费 如果有这样的情况 你怎么可能选这个人做总统呢 而60分钟节目记者 Bill Whittaker在访问之中 我觉得他访问得很好 询问Harris 为什么 内塔利亚湖似乎没有听从美国的意见 以及美国政府为什么 没有早几年阻止非法移民涌入边境 Harris都没有明确回应 只是将责任全部推给国会 推给国会 他关于阻止非法移民 根本不通的 特朗普是说 你这个法案根本不够辣 应该加辣 然后民主党不肯制 将所有在美国 滞留申请庇护的 留在墨西哥等庇护 关闭边境 但这个民主党不肯制 要dreamers 要保护dreamers 那你将责任推给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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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这些事件突显了媒体 新闻报道中的编辑权 以及政治人物在媒体操作上的策略运用 同一个问题出现两宗不同的答案 亦都令到何锦丽 即Harris 在选战中的形象和公信力备受质疑 而Trump竞选团队 借这件事件 始终在批评Harris 亦都为这一场选战 评添了很多变数 那么在这个大的环境之下 知道 这个大家都在谈 Harris最近改了个策略 又想这个节目 由CNN开始 接下来 ABC The View CBS 60 Minutes 和Dele Show with Stephen Colbert 基本上一个一个照片 这个情况是否越搞越和呢 这就是我节目开始讲的 越搞越和 因为开始露出它的真 的融如弱的地方 露给大家看 接着 他讲的更加离谱 昨天他讲过中国的问题 觉得美国最大威胁的是 伊朗是最大威胁国家之一 没有讲到中国 更加没有讲到俄罗斯 当然不知所谓 不知所谓 接着呢 他更加讲到就是说 他警告呢 美国很多价格的拉升 OK 就是 这个是 看到两场 一场 巨峰的到来 一场是海伦 一场是Milton 那会导致到 警告呢 价格会上升的 警告完之后 What will you do 即这才是问题 他星期三 10月9日说 他那些人是 就是 因为巨峰 麦尔顿 或者海伦的侵袖 在复原 或者在疏散 在复原 或者在疏散 不应该 哈利斯就说 联邦政府 是 紧跟所有的一些 所有违法的声称 并且说 会 令到那些 利用这些情况 来 找到好处的人 去负责任的 W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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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讲个故事给大家听 当年小弟 都考美国纽约律师 因为读完美国的碩士之后 有资格去考律师 考律师 我记得要考多少天 考两天 OK 那我当时候 就是纽约一个 他们的 他们叫什么 州的中心 州的中心不是New York 曼哈顿的 也不是什么Brooklyn Browns 完全没有关系 Queens 在那个地方 Albany 就要纽约 我记得当时候 还要是 开车 我开车 就由纽约 就是 开车去到Albany 或者你搭火车 不过就很难 因到时间 你去那个地方住一晚 那我训练 那家护车 基本上住满了所有考生 韩国的法官也有 日本也有 中国人也有 台湾也有 偏偏没有香港人 因为当时没有香港人去美国读法律 很多 意大利 什么联合国 你想到都有 基本上很多都是 外籍的学生 去考美国律师考试 美国律师考试 这是给所有的国籍的人去考的 好了 翌日 超早 下去了 上截车 去找的士 那时候没有Uber 这件事 200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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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Uber 那时候 怎样呢 大家 就是 截的士 截的士是怎样呢 那几个carpool 就是大家 比如说四五个人 见到路边的 不如我们四个人一起 自驾的士 约定哪个时间等 那就等了 我说的士都很有趣 譬如一程车 你不是当你由这一点到那个点 跳标 20元的 譬如我假设 30元40元 我说40元了 他要我们车上面那四个人 每个人都给40元的 即是他收了160元的暴利的 如果按照哈里斯的说法 这个叫做 控台价格 接着你要整治这些的士司机 对不对 同样道理 不要说我当时在纽约 我也受过香港之苦 香港什么 一打大风 你想想那些的士司机是怎样呢 要是盖旗 一见到你 去哪里 没有过海 哎呀 盖旗 或者这么短啊 盖旗 不理睬你 接着呢 上到车就说 那 跳标 相计 或者呢 200元 300元 400元 即是的士判官 真的想做 所以这样的情况 他们是空台价格的 难道你不想 一路开车一路在骂你 你答应给更巨额的钱给司机 那司机还要骂我 车还要载你 保险都不包的 跟着去到路上一个树钉下来 我什么都没有了 我说你这样 不如你回家算数了 你不要开车了 跟着我骂下来 我忘记这些司机 所以什么都有 共通什么呢 控台价格 提高价格 即是趁你病 拿你命 趁火打劫 我问你了 这样的情况之下 是不是一定呢 要去整治呢 其实关键就是说 你这个东西 是不是叫bottleneck facility 你不可能不排除这东西 你已经说所有 因为暴风 控台价格的 全部都要罚 no 如果你是一个bottleneckfacility 即是樽颈 平颈的一个设施 即今天你没有了这东西 不行的了 你控台价格 突然间这样收取暴力的话 就有问题的 就真的有问题 但譬如我刚刚讲的 卡扑的这东西 即是我在美国考试的这东西 那你是不是没有了这个卡扑 你是不是可以自己 踩单车也可以 坐巴士也可以 或者你自己开车也可以 那你要求别人开车 别人收你贵一点的价钱 你情我愿 那我想请问你 这个不是平颈的设施 不是吗 你可以有其他方式 早已经有这样的准备 你愿给 愿收 两愿 OK 四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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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百六十元 这个就是社会 那你说你可以不给的 你不给的 还要告这个人 你为什么收一百六十元 那这一百六十元 是否有道德问题 有道德问题 那平颈设施 是否真的有些 趁火打劫油 但这个设施 不是平颈设施 不是樽颈位 不同了 你今天 哇 大家 没有水喝 然后 你唯一一个地方 有水喝的 你突然间收他很贵的钱 给你水喝的话 这个叫bottleneck facility essential facility 那这个地方就一定有问题 就是等于 你使别人的 必要的 生存的 生命所需的东西 你控制住别人的东西 要别人谋取 暴力 这件事就是问题 需要分的 你不可以说 任何的东西都是暴力 那很简单 那我问你 那么多人 有没有告过的士司机 你说你台风天 你收200元的的士费 没有 你说这件事是否违反的士的守则 有 OK 这是另一个问题 但我当不是的士 刚刚我说的这个Hurricane 那你告诉我 譬如说你今天 吃餐饭 不如有一间餐厅开了 那以前呢 打预风来的时候 我是收这个20元的 今天不行了 我要收足你200元 那你会不会太过分一点 那你不喜欢 你就过煮 可能会这样 那你有这样的情况 会不会是空抬家隔 我认为不是空抬家隔 因为你今天这家不吃 你就会找第二家 甚至你应该处备粮食 去应对这个局面 你不是没有准备 都已经和你forward 了 所以我讲这么久 而就讲给大家知道 当哈利斯说 联邦政府用联邦法律 禁止任何空抬家隔的行为 是非常按摩的 如果你不能够将这件事 去局限在某些东西 仔细分析的话 这个是有问题的 当你用Sherman Act 就是反托拉斯法 去做这些东西的时候 你有没有一个所谓的 就是Dominant Market Position的人 有一个有支配性市场地位的人 去占据一些东西 你才会有反托拉斯法的情况 你完全撇开这件事 不说 单纯说风暴 跟要控台价格 这样做连结 分分钟 会真是 是一种共产主义的专制行为 你想想一条线 有fine line to draw 不是突然之间拍下去 所有在打风的时候 加价的一定要拉 不是这样的 OK 拜登也在星期二 作出类似的要求 他说所有的航空公司 和其他公司 都要尽力提供一切的服务 去满足大家的撤离计划 这件事是对的 撤离 而不可以去从事这个价格的控台 就是 just to do it on the level 就是依据平常的情况之下去做事 所以我就说 这件事 价格会有功需问题 很多我认识到的朋友 都是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不如在自己屋里 安装好一些格封 党羽的门窗 特别的一些设施 于是能够避免灾难 不走 处定几个礼拜的食水和食物 这个很重要 还有持枪权很重要 有枪有子弹 保护自己的唯一的家 这个更加重要 接着拜登将整个东西 冒进去获会 因为现在众议院 是共和党占多数 于是乎 拜登就说 好多的钱 要被海伦台 就是巨峰吹拆的一些人 要重建 那 你国会 磅水啊 批拨款啊 用这个方式 来和那些国会来说 那 这件事 正是很多的一些问题 重生 OK 那 究竟这件事 究竟谁对谁错呢 会导致到很多的想法 当然 你站在Trump的立场 要否逐一反驳这些东西 没有必要 反驳这些东西 可能有些选民 也都不开心 选民会觉得 喂 那别人拜登哈里斯 说要禁止控台物价 那就由他咯 那我们希望消费者都好些 所以不要说 但他这样做下去的话 会得罪很多的商家 而这件事 慢慢慢慢 通过供应链的一种 捱骨棍 会将整件事 会松开来的 所以大家要密切关注 另外 Trump 也都会去到纽约 纽约 一个大家以为他不会赢的州 但他有机会赢的州 这次真是他有机会赢的州 他就去到做一个造势大会 就是在纽约市的 Madison Square Garden Stadium 麦迪森 广场 公园的这个 运动场 那 Trump 就是计划 他是10月27日 就开始他最后一个礼拜的 这个 竞选活动 那和现在还有排 最后一个礼拜 10月27日到11月5日 最后一个礼拜的竞选活动 那 如果是这样的话 首先他会去到纽约 的话 将会是 十月尾 在纽约从事的 这个造势大会 亦都是在纽约市 第二个重要的造势大会 而他就在 South Bronx 那个地方 就是会是 5月的时候 曾经做过一次 那这个是 在成长的城市 纽约是成长的城市 会做第二次的地方 就是刚刚说的 Madison Square Garden Stadium 特朗普经常都说 他一定会赢到 他能够赢到 这个纽约的 当然 现在民意调查 不是说这一点 但我说到最后 就是 赢不赢不是重要 其实 哪个地方 做造势大会 在这个网络世界上 是不是真的那么重要 呢 众位性不是那么大 就是 你见你那班人 无论是 几千人 或者几万人 其实都有限数 大部分的人 是透过什么去看 好像我跟你一样 透过网络去看 所以哪个州 做这个竞选活动 这个是对于 每个州的选民 的face to face 的接触 对于他来说 票票都很重要 来说 是很重要的 但再对于 这个传播信息来说 不是太重要的 因为传播信息来说 就是说 透过网络 基本上 已经 可以做到很多 OK 而且他甚至 将会到加州 很快 会到加州 做这个造势大会 加州的输硬都要做 就是做 两个目的 一就是说 几艰难的州 他都要去 不代表说 喂 一些州不投我票的 我就不去 这件事 希望最后 赢了之后 能够团结全美国 第二件事 帮当地的参议员 和众议员 拉票 无论是加州 还是科罗拉多州 摆明他输了 我可以这么说 特朗普不会赢到的 但都要做 都要做的原因 就是刚刚说 这两个重要的地方 OK 所以希望他能够成功 当然 我都说过 刚刚开始节目的时候 都说过 特朗普不断受尽 很多左派的媒体 就是 或者是民主党的集团 不断是这样 逼迫他 而很多东西 不断滲一些材料出来 用这些东西来 打他 首先 就是这个 Bob Woodward JD Vance 最近做社大会 都不知道他是不是在生 还是做什么 这个人 当然是一个 极左派的 华盛顿邮报的知名记者 Bob Woodward 就是伍德华 当然他说的话 有多少的分量 有多少的重点 JD Vance 有批评的 他首先是怎么样 这个Bob Bob Bob 不是Bobby Bob Woodward 他写一本新书 叫War 战争 即将是下个星期出版 这个书中爆料 就是说 特朗普在社任之后 即是离开了第四月五任进口之后 曾经和普京私下通话七次 并且在武汉肺炎期间 秘密寄病毒检测仪给普京 即是说这两个说话 第一 四任后和普京谈过七次电话 第二 在武汉肺炎期间 秘密寄病毒检测仪给普京 我想问你第二件事 究竟犯了哪条美国的法律呢 病毒检测仪给普京 请问犯了哪条美国的法律呢 或者有什么道理上的问题 你觉得是很不满意的呢 你要我寄个放大镜给金正恩 那请问我犯了哪条法律呢 是不是 这个不是trade 我没有收他钱 我就寄一个镜病毒检测仪给他 我先不要说这件事是真还是假的 当是真了 那请问有什么道理或者法律证 没有嘛 第二件事 他和普京谈问七次 JD Vance在最近做世大会 替大家说 第一 对Bot Woodward 他基本上说他不是死的了 他突然充滿了 第二件事是 对他人的公信尼 他非常有质疑 第三件事是 一个总统或者一个前总统 去同一个外国领袖去私下通话七次 第一 通话不代表他出卖美国利益 也不代表我和你通话 对方就是我的好朋友 我要manage一些crisis 我要manage一些东西 必须有些东西要非常清晰的 和那个人要做通话 你可以质疑的点是什么呢 一个前总统不得干净 但他不是干净 是懂的 就是等于今天蔡英文也出访欧洲 在赖清德的安排之下出访欧洲 就算没有赖清德的安排之下 他自己出访任何地方 就好像马英九经常在中国一样 基本上是他的事 如果按照同一个标准 国民党那帮人按照同一个标准 那马英九、宋楚瑜、连战 没有再在位的时候 他们去和中国访问的话 今天全部都有问题 那你只不过是和对方私下通话七次 不是和他和这个普京 说你普京好 打乌哈兰苗 打了 鼓励习猪头打台湾 他不是说这些东西 他也没有说到这些东西 也没有证据说过这些东西 和一个独裁者交手 就像江湖里面来说 你做总华探长 我不管你是不是贪不贪污了 就算你做廉政公署 当年早期的廉政公署 你都要和各个黑帮 各个山头 各个不同的公务员体系 你都要熟悉 你都要沟通 不是坐在办公室里 喝杯热咖啡吹冷气 是吗 你在江湖里面 你要和人家交往 如果你说 完全不和独裁者交手 怎么通呢 然后你说和独裁者交手 代表你亲近独裁者 而你都是独裁者 而你出卖美国利益 这些东西完全是一种叫做跳跃论症 而这种东西散播出这种skepticism 而在选前 一个月以内 下个礼拜 出这本书 大家知道所谓的是什么 希望制造October surprise 对不对 所以我现在先打定底线 这些说法 简直不知所谓 但我肯定 一帮左交媒体 ABC NBC MSNBC CNN BBC You name it AP 什么美联社发生社路透社 什么都 他们全力都会为这些左派 保隔护航 那这本书 部分内容被抢先披露 书中指出2020年的疫症期间 特朗普赠送很多的检测病毒仪器 给普京 普京也都说给 特朗普知道不希望 他向任何人说这件事 因为大家都会对特朗普怒怒 而且不是普京 根据特朗普匿名幕僚的爆料 都不知道谁的匿名幕僚 其实他口气话 匿名幕僚爆料 完全死无对证 这些unverifiable 自2021年特朗普资任之后 他跟特朗普通话次数可能 可能高达七次 我想这些事是否有 fact check 你那些 fact check 那些机构的话 对这本书的书请问是怎样去批评 他不会fact check这些东西 fact check特朗普那些 会有趣的 Bob Woodward在书中同批特朗普 在疫症期间帮助普京 是比尼克选更加差的总统 他说特朗普是美国历史上最老妄冲动的总统 并且在2024年的总统后书人身份中 只现出同样的性格 他怎么老妄冲动 你说打六贸易战是老妄冲动 撤灭ISIS是老妄冲动 伊朗的水喉是老妄冲动 是不是 我想请问这些东西怎样是老妄冲动呢 所以我说很多东西看事实 很多时候都很清楚 特朗普的通讯主管 斯蒂芬章就否认Bob Woodward在书书中的爆料 就说Bob Woodward编造故事全部都是虚构的 Bob Woodward是精神错乱 患有反特朗普的症候群 而特朗普就批评Bob Woodward是非常差的编造者 即是他全门fabricator 美国的副总统Harris 在广播中也谈到这件事 说到当美国人民面临疫症的关键困难时刻 特朗普竟然选择帮助杀人的独裁者 这样的人要再选总统 就是令人震惊 我想这些全部都是一些选举的语言 而且是毫无事实根据的 美国总统拜登这个礼拜二表示 今天你们听到特朗普给普京的快势的消息 即是给普京帮助他们国家 因为You help them You help you You help You help them You help yourself I help you You help me 不是要求你给快势给我 是使得你的疫症的情况可以ring fence 这个疫症是无分彼此的 今天我给快势给你 算了 我就寄我的私货给你 那你就用了 目的使得你俄罗斯的疫症又可以舒缓了 这个是基于善意 还有打电话给普京确保有快势 我想问你这个不是很有 这不是关于友谊 它是关于美国的生活 避免更多回来 传播给美国的一种疫症的山坡 这是一种疫症的山坡 拜登还要说粗口 那可能要找轻姐出来评一下你了 所谓和理非非 和平理性 非暴力 非粗口的 那是不是要DQ拜登呢 按照非粗口这个说法呢 我会觉得特朗普呢 不会乱说话了 最近我看到拜登出来 好像为很多人在做势 在插特朗普帮哈里斯 不断拼前拼后 我看完那段二十几分钟的东西 我都说 这个老人家 就是教坏小孩 小孩听完这些东西 拼前拼后 所以我觉得 怎么搞错 是吗 而刚刚这个搏滑的书语 都说到明 美国总统拜登 Joe Biden私下以粗俗的字眼 欲骂Trump 形容Trump是 That F-king 的A-hole 自己 Fill in the ranks 就是AS 和这个F-king 消息是由CNN率先披露 突显两位总统之间的 尖锐对立 和个人恩怨 根据CNN的报导 这个Bob Wood说 信息中披露81岁的拜登 曾经私下使用这些词汇 来形容78岁的Trump 但在公开场合 拜登通常会软转地称呼Trump 是前任总统 高个家伙 而干脆赤字 甚至干脆赤字不提 而拜登的火爆脾气 和粗俗的言行 早已经不是新闻 美国的左交网站 Political在2021年10月就已经报导 拜登经常在白宫的西商会议中爆粗口 视情况使用该死的damage 和胡说八道 BS的Bullshit这些字眼 纽约邮报纽约Post的分析 即是消息爆出之前之際 正值大选倒数计时 选情激烈 Trump和Harris的支持度胶着 虽然拜登未参选 但私下谈话内容外流 可能影响选民对他个人形象 和领导风格的判断 尤其可能影响中间选民的投票意向 选民将会如何 去看待一位总统在公开场合和私下场合 展现截然不同的形象 即是双面人 将会是一个大选上非常重要 大家要观察的重点来的 另一方面 大家又将矛头 就是坐牌矛头 又摆向马斯克 就说 马斯克 在美国的首富 Elon Musk 接受Fox News的主持人 Tucker Carlson的访命的时候 再次讲到他日前引起争议的言论 就是为什么 无人试图暗杀民主党候选人 现任副总统 Carmen Harris 或者总统拜登 他说 因为无人会废事暗杀快女 求命你一世做工具 因为这样是无意义 一堆深层政府的人 你应该是杀那些深层政府的人 不是杀那些 他没有说这些 他说 无人会废事去暗杀快女 小丑木偶 OK 华士顿邮报 和英国卫报8号报道 就是 马斯克在7号透过 社群媒体发布 Carolson的访谈中 讲到上个月这篇 争议发文 表示 我开了个玩笑 可能我删除了 我明白了 就是无人要废事地暗杀 这个Harris 因为那个没有意义的 你能够达成什么呢 他暗示如果 哈里斯遇刺 也都只会被另一个快女取代 又说无人设法暗杀拜登 因为这是毫无意义的 事实上是这样的 因为你暗杀了拜登 那继位那人是谁 哈里斯 是吧 有什么意义呢 所以无人会暗杀 Discourage 人家暗杀你 这么清闻这件事 犯了什么法呢 我就不知道左交是什么 是不是觉得 哎呀 Elon Musk 要觉得 哎呀 他们会暗杀他们两个的 哎呀 我们要小心点 乖 小心啊 是不是要这样才对呢 左交就是政治正确 他从来都不问真假的 他真的要一些 fit一些 他心里会觉得开心 你使用他愉悦的一些说法 他就会很开心 这些就是左交的一种倾向 在Carlson的访问里面 对于上个月那篇 发文的引起真意 白诗说 有些人喜欢他解读成 好像我在好笑 大家暗杀他 但我的意思是 没有人 甚至要废心去做 这个似乎很奇怪 他说 没有人要切法 暗杀一个快女 他很安全 She is safe 因为She is just a puppet OK 这个是一个快女 那谁会去理会这件事呢 所以这件事呢 大家都知道 大家在这里 不止针对Trump 要针对Vence 就开了一条战线 Trump对马斯克 就好像他参孙人一样 这个就是大家 利用大家仇富那种想法 然后挖他的倉包方式 当一个活生生的一个 稻草人那样去打 这个就是 现在呢 左派在玩的一个游戏 这种游戏玩了多久呢 我真的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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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可以这么说 就是现在就未能够得出的结论 那当然啦 对于以色列的局势呢 拜登呢 就是和内塔利亚湖呢 就已经是 就是在几个月前 几个星期之内呢 就开始七个星期了 第一次呢 会有互相通话 就是以色列要扩大 他对于黎巴嫩 对于这个黎巴嫩真主党下的地面的攻击 也都要考虑呢 怎么去回应伊朗最近的这种飞弹的攻击 哈里斯也都加入这个call的 OK 拜登也都在call里面的 那内塔利亚湖的办公室 就是证实到呢 内塔利亚湖呢 这个以色列的总理 最近也都和特朗普聊天 OK 特朗普就是打电话 上个星期打电话 给这个内塔利亚湖 恭喜他 在一个非常密集 以及坚决的行动中 以色列呢 是针对真主党呢 作出非常有力的反击 内塔利亚湖的办公室就说呢 世界的领袖都希望呢 和特朗普去聊天 和会面 因为呢 因为呢 他们知道 特朗普呢 很快就会回到白宫 而也都能够将这个和平呢 能 这个不是老塔 和我和白宫说的 是特朗普的竞选团队的人说的 就说呢 世界领袖 希望和特朗普 和见面和聊天 因为他知道呢 特朗普会回到白宫 重振回世界的和平 这一点呢 这一点呢 就是特朗普 campaign的 spokesman Caroline Leavitt 她说的一番说话 而这个也是 Lindsey Graham 也在里面 加入了 together 以色列呢 也都在讨论中 如何去回应 伊朗呢 在12月1日的 飞弹 弹道导弹的攻击 OK 那么美国也在当时帮助呢 去这个防御 那么拜登上个礼拜说呢 他不会去支持一个报复性的 以色列对于德克兰核计划的攻击 那我都昨天分析过了 就是你今天 你要打蛇打七寸 你一定要不要打 要打的就是 攻爆它 攻破它 这个基本的战争的方略嘛 这个是 你看任何教理战争的书都说这件事情 大家看回这些说法 就知道 奈塔利亚胡 心里面就是说 表面上 对于拜登 和 哈利斯都要欢笑 但心里面就觉得 看不起这两个人 就是这两个人 左胶 没有常识的 没有任何做事 应该要有的常识性判断 怎么办呢 所以我就说去到今时今日 密切关注未来 这段时间的变化是什么 民意调查 特朗普慢慢在 Michigan和Massimania 稍微已经开始占优了 你看回各类型的报导 不只是看右派 或者看左派 你全面看所有的报导 你会发觉到民意调查方面 基本上是 特朗普是开始逆转 根据左交民调的氛围 逆转 其实一直都已经开始占据高位 我希望这个情况 能够民意继续维持 所以我看完这个 24分钟头发生的新闻 我会觉得 对哈利斯是相当不利 他踩在了採访的氛围里面 OK 而这个特朗普基本上就是 严震以待 他作为一个在野党 基本上他有更多的空间 可以挥洒子 那我现在他由在野变在潮 由这个不执政变执政 那我们来看看 究竟这三重的政治架构 即是说总统 参议院 众议院 究竟花落谁家 你问我 红军 即是共和党三年性 机会是存在的 我会估计是四成至五成 左右的机会 那你说全赢呢 不知道 但是我可以肯定 你说民主党会全赢三个机会 基本上是零的 因为我都分析过就是说 参议院就是 你无论各大民调都会知道 是选了三十四席 之后拉均一百席 共和党五十一席 民主党四十九席 接着众议院四百三十五席 每两年一次 就是今年全面改选 改选之后 共和党二百一十九席 民主党二百一十六席 差额至三席 可能有些不差范围 因为有些地方咬得很紧的 所以就有五十六%的机会 共和党都会赢到这个众议院 当然会什么都可能 我就说在整个过程中 那些选民会怎么样分裂投票 因为全票是投给自己想 喜欢的人呢 那就是每个地方都不同 就是因人而异 所以我就说 有机会 可胜不稳 三年中 就是全中三元 我想这个是历史上 都很罕见的情况 但是分分钟有可能出现 你越觉得选情咬得紧 分分钟共和党年中三元 我想这个机会 比民主党年中三元 机会大得多 好 节目时间差不多 我们明天再见 我们明天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